第七场是三班1650米 这一场大热满马最初是晚众期待 4.2倍 个人关就好分了 5.5倍 打算好像到开巴时都有机会是大热 但好像今晚的大热满满满满 结果不知是否这样好赛一点 他结果不是大热满 他收回5倍 拿到大热满地位是一见钟情 由五十多元一路到4.9倍 未接一段见到起飞的 还有很愉快 由9.5倍到7.5倍 金像神话开飞都只有54元 但开飞回很多 回了上去8.1倍 再见到有绿灯的买坯 有个国水精华由22倍到15倍 来到三天的尾关第七场赛事 三班抹口有6.0米 这一波的时候应声弹出金像神话出得最快 中间晚众期待都不晚 大热满来的美丽的旅程 麻烂那边很愉快 前面都摄了上来 然后电子复星在内 我当时一见钟情出集都很前 最后一阵才见到摄摄了华南的国水精华 他旁边是新妙星 接着是嘉应小子留后跑 拍着他有首饰妈补 在未那一阵暂时是角色其色和红补仔 转马防弯的时候很愉快戴了头 金像神拉拍到上来第二位 贴蓝第三是电子复星 美丽的旅程带不到头 怎么呢 又跑出去了 真是跑出去了 万众期待反而有遮挡 虽然是二叠 这个第五位算是好位 贴着蓝再是一见钟情 然后新妙星 郭水精华是贴蓝 拍着他还是首饰妈补 背衫位置嘉应小子 背衣还是红补仔 上回一些 包尾变了红衫 那拍是角色其色 上大石邪波的时候 暴衝突然快了 因为很愉快 虽然带着头 但是美丽的旅程 一折折上来 弄到第二段23秒38 内档的电子复星 急不及时 骗上去 更快点 所以金像神拉跟着他们 然后万众期待 没有跟上去 贴着蓝一见钟情 然后还有郭水精华 新妙星在外档 接着就是首饰妈补 佳应小子 背是红补仔 包尾还是角色其色 距离前保持有八九个马位 第三段夺速 都更快的 十四秒八九 带头正是很愉快 美丽的旅程 飞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电子复星都跟着很多武器了 走出去中档 想穿上来 一见钟情 这里被人夹夹 走出去外档 反而长驱直出 万众期待 内栏上来 还有郭水精华 大个多个新妙星 最后百多米时 前面的马都停下了 万众期待 率先出头 外档上来的新妙星 中间上来的家应小子 但前面的万众期待 走掉了 Gym第一名 万众期待 今季第三场童话 第二名 结果是新妙星 第三名家应小子 第四名就很愉快 其实连都给了所有的credit了 连那个连都好 保持到那些马 应该要什么时候跑的就跑了 其实那个更加 今年梁家俊 当他一开始守风顺的时候 你看他跑马 其实现在很有自信 很清晰的 而且你的意识很清晰 守风的旺和弱 都是有个关联 当你赢开马的时候 真的跑马上来 醒神啊 头头是道 你看 在这么难里面 他都可以亏损 这只赢得这么漂亮 这只赢的 当然是拍烂手掌 一会儿还有一只 跑得也是漂亮的 虽然输了 下一场 一会儿你看 那真的 守风很重要 刚才说的 韦达今天的气场弱一点 你看看现在一见钟情 一当 有难 应该也有好处 这只马也麻烦 走外当他又斗口 就乱了 但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可以了 应该挺好位的 又尾尾落飞变大叶 但是呢 气场弱 真是你没有暈了 今晚韦达哥哥 就做了四弟 最后两只 其实今晚他算是很幸运了 没有运 不知道他一个 不是 头三名也没有运 他的座其实不是叫飞的 是 因为今天呢 我相信他的涌等 就不会说损失惨重的 但是他那些预备了 想出不到的情况 其实这个位置已经没得顶着了 一出发生什么事 哎呀 被蔡平少一巴掌打过来 那里你看看 那里的马也都 没有了 又左又失了平衡 又要再拿位 而且不是立刻脱困 他还要弄了一轮 糾纏了一轮 现在都疼了 都下来 你看他都争取回 不是没有的 他不是没有的 不过你没有了 失了先机 没办法 有黄弱 是 分调时间 头段28秒27 第二天23秒38 第三段24秒89 末段23秒83 总时间1分40秒37 那里想不需要负责呢 看到那里 蔡平少 其实小组有指控 蔡平少在那里犯了不小心拆棋 但是他就不承认 就是犯了不小心拆棋 听了再进一步的证供之后 小组其实就考虑回 因为其实当时美丽里程 他需要避开前面很愉快的后提 他都要避前方 因为可能很愉快的那里 要出离来的 他要避后提 所以他那里就变得急速 飞了出去 就是移出去 那里就阻倒这一见钟情 结果这一个不小心拆棋的指控 都不成立 但是小组当然都是严厉谴责 以及提醒他 在日后相类似的情况之下 他是要尽量避免坐骑突然之间转跑线 而令到其他马匹是受阻的 这件事就一定有了 因为他是突然之间转跑线受阻 但只不过有起因而已 因为不是他自己选择这样转跑线 他要避其他马匹的后提 他反应快 如果这样说 蔡明潮反应快 前面已经两眼关心 一看到他立即吹了声 跳出去了 当时说我不管了 后面那样东西 我是顧求我自己的安全先 不过我准备踩了下去 所以就不成立了 这个不识心态的指控 好了 谈到这一段 回来还有两场赛事